第二百四十九集 沈青兰看见他们两个 暗地浮额 沈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安德烈笑得身世有理 一旁的西斯丽 装作好奇地 打量了一眼沈青兰 微微一笑 你好 我是安德烈的未婚妻 我叫Cillis 沈小姐 初次见面 你很漂亮 沈青兰注意到 她眼里的俏皮 上前与她拥抱了一下 在她的耳边 轻轻说了一句 你们怎么来了 今天可是你的生日 难得的party 怎么可以少了我呢 知道他们是担心 今天会出现 什么意外状况 毕竟 从上一次的雨夜追杀之后 许诺 就再也不曾出现过了 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越是这样 他们心中反倒是不安了 依照他们对内人的了解 如果是换位思考 今天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金恩熙和伊登 虽然没有在宴会上出现 但是楼上的房间里 伊登和金恩熙正看着宴会厅里的监控画面 伊登 你说她真的会出现吗 金恩熙脸上浮现了一丝忧虑 伊登的脸色很沉 她的视线 落在画面中的傅肯义身上 很久都没有移开视线 听见金恩熙的话开口 如果我是她 我一定会选择在今天 金恩熙的心猛地沉到了谷底 因为受伤 她的脸色依旧有些苍白 此刻在灯光的映照下 她的脸色就更加白了 伊登拍拍她的肩 金恩熙 不要担心 一切都会好的 就像安说的 我们既然可以杀了她第一次 就可以杀她第二次 那个人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 金恩熙闻言 重重点点头 试图将脑海中 关于那个人的记忆 清除出去 此刻 酒店下面的咖啡厅里 傅敬廷和顾伯文 正相对而坐 顾伯文将一块糖 放进了傅敬廷 面前的咖啡杯中 我记得 你喝咖啡喜欢多放块糖 傅敬廷眼眸轻轻一闪 没有碰那杯咖啡 看着眼前的男人 轻声开口 顾伯文 沈让回来了 顾伯文搅拌着咖啡的手 猛的一顿 放下了咖啡杯 脸上的笑容 依旧温暖 他离开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五年 两个月零三天 连日期都记得这么清楚 清廷 你还是忘不了沈让吗 顾伯文的眼底黯然 吹着眸 没有看见傅敬廷 眼中一闪而过的心疼 你打算怎么办啊 顾伯文文 傅敬廷看着地面 顾伯文 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他 但是今天再次见到他 我发现我还是很喜欢他 所以 你不要再等我了 我想 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他了 而你 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一个 不爱你的女人 顾伯文苦笑 果然是因为这样吗 等了二十多年 依旧还是这个结果 敬廷 喜欢你是我的事 等你 也是我的事 也许有一日 我等累了就不会等了 你可以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即便是 你依旧想要跟沈让在一起 我也会送上真诚的祝福 顾伯文 你这又是何必 傅敬廷心抽抽的疼 面上却看不出丝毫 面无表情 你没有必要这样委屈自己 顾伯文温柔的笑笑 其实 我一点也不觉得 现在日子有什么委屈了 宴会差不多开始了 我就先上去了 傅敬廷看着顾伯文离开的背影 垂着萌 看见面前的咖啡 端起来喝了一口 田中带着微苦的味道 在口腔里蔓延 一直蔓延到了他的心中 他的眼眶微红 顾伯文 你永远不会知道 神让治愈我 早已是一个陌生人 你才是那个 让我在意的人 可是 我们之间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跨过那条红沟呢 如果 如果那件事情没有发生 该多好呀 这样 我们是否也能成为一对 让人厌慕的夫妻 可惜 没有如果 顾伯文 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下一辈子吧 要是有下辈子 我一定还会夹给你 跟你平平淡淡的 过一辈子 为你生儿育女 为你洗衣做饭 附近亭 将一整杯咖啡都喝完了 这才站了起来 走进宴会厅的时候 没有看到顾伯文 倒是顾扬看见了自己的妈妈 走过来 妈 你刚才跟我爸说什么了 怎么了 我刚刚去洗手间 好像看到我爸在哭啊 顾扬犹豫地说道 他其实 只是看到了顾伯文 在擦眼睛 但是 不知为何 他就是觉得 顾伯文是哭了 傅锦廷的心 就像是被人狠狠地扎了一刀 眼底闪过一丝痛楚 大概是你看错了 顾扬打量着 傅锦廷的表情 没有看见丝毫异样 摇摇头 算了 父母之间的问题 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看见熟悉的人 都差不多了 宴会厅的灯光 忽然暗了下来 熟悉的旋律 在黑暗中响起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黑暗中亮起烛火 一个巨大的九层生日蛋糕 被傅恒一推了过来 很快就到了沈清兰的身边 沈清兰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烛光映着傅恒一 俊逸的脸旁 此刻 他脸上写满了温柔 正深情款款地 注视着沈清兰 江兰 生日快乐 盈盈笑意 徐徐在沈清兰的脸上绽放 只是还没有等沈清兰说话 就见傅恒一忽然单膝跪地 直起沈清兰的手 意识到他想做什么 沈清兰忽然有些紧张 傅恒一抬头 专注地看着他 缓身开口 初见你时 你还是一个牙牙血语的幼童 而我也不过是个少不更实的少年 我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开口叫我富家小哥哥 跟在我的身后 扯着我衣袖 走得跌跌撞撞的 那时候我从未想过有一天 我会爱上那个 叫我富家小哥哥的女孩子 再见 你已长大了 却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 爱笑的孩子 阴差阳错的 你嫁给了我 你看似清冷淡漠 却温柔善良 看似坚强的仿佛刀枪不入 实则敏感脆弱 你的眼泪让我心疼 你的笑容让我温暖 不知从何时起 将你的笑容留在你的脸上 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遇见你 是我此生的必然 爱上你 却是今生最美的意外 此生别欧他愿 我愿与你白手不相离 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 我们可以走在夕阳下 牵着手 看着夕阳西向 沈清兰 我爱你 你可愿意嫁给我 沈清兰 我爱你 你可愿意嫁给我 往事 一幕幕浮上沈清兰的脑海 又一幕幕的退却 最后定格在只有复痕一 温柔的眼神 沈清兰的喉咙有些发痒 他低着头 与傅恒意的眼神相对 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离开我吗 是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无论遇到任何事 都不会离开你 即便你要离开我了 我也会寻遍天涯海角 将你找回来 沈清兰 眼眶热热的 朦胧间 嘴角高高扬起 在众人期待的视线下 轻轻点了点头 将手 放在了傅恒意的掌心 傅恒意 我愿意嫁给你 成为你的妻子 今生与你相伴到老 傅恒意眼底的温柔一开 徐徐弥漫到整张脸上 她站起来 低头就吻上了 沈清兰的唇 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就连两位老爷子 此刻也是满脸的笑意 今晚虽然是 沈清兰的生日宴 但是最重要的是 傅恒意跟他们说 今天晚上 她要跟沈清兰求婚 所以这次邀请的 基本都是家里的亲戚朋友 沈老爷子手里拿着话筒 聚光灯打在老爷子的身上 感谢大家的到来 今天除了是我孙女 青兰的生日之外 也是我孙女跟傅恒意的订婚眼 两个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很放心 将我的孙女交给恒意 只希望恒意 能好好对我的孙女 让她幸福一辈子 爷爷放心吧 我一定会的 沈老爷子欣慰地笑着 将话筒交给了傅老爷子 我没什么好说的 沈老头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只希望两个孩子 都可以和和美美的 现场又是一片掌声 在众人的祝福里 沈清兰闭上眼 第一次在烛光前 真诚地许愿 然后跟傅恒意一起切了蛋糕 仪式算是正式完成了 灯光重新亮起 音乐响起 傅恒意直接带着沈清兰 滑入了中央舞池 舞步偏千间 沈清兰看着傅恒意问道 今天晚上是你安排好的 她想起裴依宁说的话 想来大家早就知道 这个男人想要干什么了 不知道的只有自己而已 喜欢吗 很喜欢 也很意外 明明他们都已经领证了 从法律上来说 他们早已是合法夫妻了 别人有的你要有 别人没有的我也会给你 傅恒意 你今晚上是特意来煽情的吗 再说下去 沈清兰怕自己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明明她不是那么被感动的人 是啊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傅恒意点头附和 他不是个会讲情话的人 与其用嘴说 他更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表示 傅恒意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浪漫 值得我一生珍藏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